大家是否認同 可以去留下了 作為一個強烈的錯誤 既然可能會心得事情 這轉裂的點是 觀眾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說過 金枝玉葉 在拍攝時大家認同很多人知道 但是你在拍攝時是很害怕的 你不知怎麽做 害怕嗎 難的 你覺得那種害怕是害怕甚麼 你一開始不會害怕有這麽多美女 這對她來說不存在 害怕嗎 害怕做得不夠好 因為劇本這麽好 因為我自己未做過深謀遠慮 那麽奸奸 那麽有power去控制人 未做過這些角色 未做過宮廷戲 尤其是我說的 大部份都很文言文 長長都六七頁子 我說完 其實壓力都頗大 劇本有好問才有 那時你已經算是 以後都做娛樂圈 算不算嗎 由放棄到回來 又做了一段時間 我已經做了很多年 我1994年回來的時候 不斷地遇到好劇本 因為我拋開了一些 一些包袱之後的轉變 其實很多人都看到 她好像不同了 成熟了很多 她演出 可能都加上人生經驗 因為你始終去了幾年外國住 你的眼界 心胸 文化不同了 你也有很多東西不同了 還有我記得有一個很深的經歷 我當時拍《妙手人心》 《客串》這個角色 只有四集 我還有一個骨癌的女人 一定沒得漂亮 已經還骨癌了 然後還要很厲害的 就是監製施其二 叫我試造型的人 我已經是一個 什麼都肯演的 她還要擺一個 真是噁心到嘔的假髮 要我演一個 斷髮的女人 她不是我的斷髮 但那個假髮真的很骨癌 已經沒有什麼化妝 很淡妝 然後帶了一個 很骨癌的假髮 一打下來之後 我看著鏡 我真的第一個感受就是 鄧水母 你真的不要以為自己是一個美女 只要你換了一個髮型 原來你這麼肉酸的樣子 然後就馬上有很多提醒 嘩 就因為我們是明星 所以經常有很多很漂亮的包裝 所以我才覺得自己漂亮 原來你只要換了一個髮型 不讓你怎麼化妝 你是這麼肉酸的 你想想 當你很驕傲 在挑選男朋友 嫌這個那樣 自己很難頂的時候 你想想 人家一睜大眼看著你 原來你可以是這麼肉酸的 那一刻我真的對自己 以後也有一個提醒 外貌真的不可以相似 不可以相似自己 美 瘦 這些不可以相似 因為最重要的不是這樣 如果你靠這件事 有一天你唯一用 有一天你老 有一天你換了這樣的髮型 那怎麼辦 那他不愛你 或者你不愛自己 我剛才這麼不好笑 我突然想起一個秘密 我們有揭秘 鄧帥文曾經 愛情是很重要 但他上了主持後 竟然有一次他說 牧師呀 我覺得我又可以單身 然後牧師給他的反應就是 現在你是沒有男朋友 又未遇到 你才說你是單身恩賜 你未必真的有單身恩賜 所以慢慢為你祈禱 等你將來一個 我渴望你將來一個是怎樣 我二兩位更有趣 我二兩位在試一個很老的老妝 我真的很老 八十多歲 我心想快點拍下他 將來一天去約會 我將所有不同的造型 給對方看 我現在不化妝 化行妝 老了之後 你看看好不可以 Sharon 你是一個學生妹 中學生 一來跳到五江十色的娛樂圈 還要做主角 然後你主動地 將別人覺得很好前途的姐姐 然後你回到學生的生活 其實你看東西肯定是不同了 那時候你看同學仔 會否很不同 其實那時候我還有一個想法 為何我要去讀書 因為其實我在走之前 我也有很細心地在考慮 還有我在觀察 仍然在娛樂圈的人 譬如一些已經很紅的女藝人 究竟她們快不快樂 她們賺到這麼多錢 又是最紅 但你看到她也是很空虛的 你會感覺到 我自己基本上 我自小也是一個比較簡單 不是我的思想簡單 是我的生活 你希望簡單生活 是的 我覺得自己的本質 又是一個很折劍 和我入了娛樂圈很不同 你不會喜歡那些很物質虛榮的東西 是的 你不喜歡那些夜夜新歌 除了以前你喜歡去跳舞之外 但我入了航這麼多年 我都不會很欣賞 我要穿名牌 我不會很喜歡那些東西 就是想要那些東西 去到差不多第七年 我其實又可以在想 因為你也知道我們拍攝很忙 是日以繼夜 你去到一個位置 你是迷失的 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一個什麼人 我究竟是否開心 我究竟 會不會變成另一個人 以前我去哪裏 其實我有想這些事情 所以我去讀書的時候 我是在那裏找回一些 找回我自己 我想你最開心的是 不用洗頭 天天不用吹頭 不用化妝 是的 其實我是一個很簡單 很喜歡 不要搞那麼多東西的人 穿工人褲 穿波鞋 可以兩三天都是這樣 是的 我現在也是 其實我一開古裝 我每天都只有幾套衣服 是替換的 就是這樣 我去到讀書 好笑 因為我已經有很多衣服 我已經做了幾年 演員 我帶了五雙衣服 到最後 我只是開了一箱 來用 原來我每天上學 都是穿幾件衣服 那我就覺得很正 很舒服 那我剪了一個髮型 是每天都不用脆 我是一滴妝都不化 我甚至是選擇搭 Subway 搭巴士 總之我是有這麼簡樸 得這麼簡樸 而且我很省健 我是會有一個寶寫著 我每天用了多少錢買東西吃 多少錢打長路電話 多少錢洗衣服 然後我會覺得很開心 很開心 原來我一個月 只能用這麼少錢 我其實覺得那幾年 是一個重整 或者是一個發現 我自己是一個什麼人 我覺得這個是很珍貴的 但是我想說 如果我們仍然繼續在香港 有這麼忙碌的地方 一個被物質或者工作壓力 一直推著你走的人 你是不懂得靜下來 亦都不會想這些事情 你就會不見自己 但是你看到你的同學 因為外國 我發現很多朋友的子女 本來是不化妝的 讀了一年高學 回來每個化妝化得很厲害 外國人很流行的 所以我回學的時候 我會看到我的鬼妹同學 每個都化妝 甚至是中國人同學 他們都會化妝 是唯獨我剛剛相反 因為我以前化得太行 所以讀書的時候 反而覺得我喜歡 不用打扮 我甚至喜歡 你們最好沒有認得我是誰 不知道我是誰 我是一個平常人 你反駁歸真 但你以前經常化妝 你又不喜歡化妝 但你看回他們 你看回他們這麼緊張 我為什麼後來只開一雙三 因為我有一次 有個女同學生日 我就選了一條 平常我在香港 只不過是穿來開外景的 布裙 都很隨意 不過有很多花 我去到派對之後 我發現我是最搶鏡的那個 因為其實在美國也有一些地方 有好的 因為都不是整天辦得好行 不會穿晚禮服 很多人都很隨意 所以當去到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 其實做學生 是很簡單的 我覺得在那個階段 那幾年 其實被我扭定 我自己是一個什麼人 而且對美的價值 那個觀感其實是很不同的 我會忠於我自己 我會忠於我自己 其實是一個清湯掛臉 不化妝 但我都覺得 我都很好 我反而忠於有這樣的樣子 你還不會怕 原來我一下妝之後 我的樣子就慘了 因為當你每天都不化妝的時候 你就接受你自己很樸素的樣子 我覺得這樣是很不同的 所以當時我暑假 聖誕回來香港 我突然回來 我轉不回來做一個明星的身份 對 很精神得烈 我每天都這樣 穿T-shirt牛仔褲 甚至有一次 坐在Landmark 那些名店門口等車 因為在外國 坐在街上 又可以 甚麼都可以 很隨便 我回到香港 我無法調教 我有個朋友 我記得我們做甚麼 我們不記得你在香港 誰認識你 我真的不記得 我站得很累 我便坐在房間上 在Landmark 門口等車 有時我覺得 你都覺得很帥 我又沒有想帥不帥 因為我很隨性 很隨性 你會忠於自己 如果你是這樣覺得很舒服 或者這樣 那個就是我 那你就要堅持這件事 即使被人拍到你這樣 說他毫無明星款 你都要覺得 I don't care 不要緊 我只是一個這樣的人 我就是喜歡坐地鐵 其實當時是令我回到香港 很容易搭地鐵 和熱愛搭地鐵 因為真的很方便 因為真的很方便 你會放下一個明星的身份 和其實你不覺得 你自己是一個明星的時候 其實人家怎麼看你 都不要緊